国际最新一艘在满着化学用品的货柜船 在加拿大被失省外海起火燃烧 而且还释放出了有毒的气体 让环保人士是相当的担心 那画面上你看到民众拍到的是货船 部分货柜冒出了火蛇 而且还飘出了阵阵的白烟 情况相当的危急 那另一个角度也有人拍到 有起火的货柜掉进了海里 加拿大的海岸警卫队赶紧派出救援船只灭火 幸好所有人都平安无事 但船上载了超过52吨的化学物 释放出的毒气可能对周遭环境造成了冲击